川普自己他的人事 是不是真的让很多人都跌破眼镜 而且下巴都快掉下来 因为实在是有很多人 你说他道德上有瑕疵又怎样 我就是要让他来当什么什么部长 包括这一位被提名的司法部长 任选前联邦众议员盖茲 有性交易的丑闻被爆出了 那么照样还是没改 但是就在这一刻 宣布退出提名了 而川普也宣布要提名佛州的 前检察总长邦迪出任 好我想请教一下宣姐 第一为什么挣钱换将了 是知道他就是注定无法上场了吗 但为什么注定无法上场 这个压力来自何方 而有川普这么要面子的人 这么笃定的一个人 居然也愿意要换将 那这难道是他第一次踢到了铁板吗 对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的话 因为他所目前口头上面任命的 因为终究很多地方还是要经过国会的审议了 那但是这些任命的人是不是他是最后一个 唯一一个贴到铁板的 我真的觉得未必 因为他这个专业性实在太大太大了 目前这个司法部长的话 事实上我觉得他也给川普留一点点面子 他是自己拒绝提名 他为什么拒绝提名呢 因为最新的消息说呢 就是有疯传了 我想他们的媒体宣布 应该也就是消息非常临通 CNN即将要报导 他有针对两个未成年的女子 未成年少女进行这个性交易 那所以这个的话呢 在他先前传出来已经有什么性贩卖了 什么很多的一些什么性骚扰 有什么吸毒等等 事实上就已经让他的争议性非常非常大了 所以那个时候他呢包括川普 包括共和党的这个党员 还出来替他换夹说 还是力挺到底 一直到昨天 共和党的人还出来力挺 连万就是凡思 还在替他这个去辩解 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情种种种 那但是呢后来就是耳闻说 接下来如果他真的 还在这个位置上面的话呢 这个爆料就要出来了 那所以他马上的警察就对外宣布说 他拒绝提名 所以目前为止我就很好奇 那所以就不报了嘛 对 所以他们看起来目前媒体 就没有看到他针对 他们说一个是十六岁一个十七岁 所以这个是有点难堪啦 那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呢 就是显然他也给川普留点面子 但这个面子只是表面上的面子 他已经凸显出来川普的任命 实在是非常的慌强走板 但CNN会愿意给川普面子吗 川普都连CNN的理子都不给啊 就是直接提告不是吗 没错 所以接下来的话 我觉得到底就是说他这些 那个的隔音是不是可以 那么的安安全全的 一个一个呢都到国会里面去 而且呢目前看起来呢 媒体就算还没有报道 接下来报道不知道 那国会呢 国会也未必说 都是他自己的囊中物啊 因为我们也看到呢 这个目前看起来 虽然众议院参议院 都算是共和党完全执政 但是的话呢 像参议院的议长 在前任时间 其实川普所主义的人 包括这个人 后来马斯克也加持嘛 我觉得这个人比较好 就后来在第一轮就中间落马了 那所以呢目前看起来的话呢 这个参议院的议长 实际上是共和党的建制派 所以事实上某个程度来说 对于川普的很多的意见 实际上是相左的 所以为了这些 那么具有争议性的 这些国 这些内阁的格约 说专业可能未必有 说忠诚度百分之百 像这样子的人 到底可不可以过关 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已经反映出来说 川普目前看起来 好像是一个 大家讲说 他是一个行政权 立法权 司法权 三权在握的 完全只知道大沙皇 那中间会不会真的 如他想象的这么的顺利 一个就是他的人 真的是很争议 媒体会不会放过他 国会会不会放过他 等等 那甚至包括像马斯克 马斯克现在开始 有人在吐槽他 就是你们两个人 看起来那么的麻吉 你中间那么多的政商挂钩 直接是以前在台面下运作 现在端到台面上面 直接这个肩搭肩 这个兄弟相称 那然后相关的利益 也在两个人之间 由国家到企业到个人 这样的相互输送吗 我想这些问题 其实对川普来说 都是蛮大的争议点 确实 所以也不一定这么了不起 不一定很伟大 好戏可能还在后面 都要等着看 那当然了 现在这个大刀人 挥来挥去的 说我要寄出关税棒子 棒子就准备要拿出来了 那我请教一下这个蔡委员 现在有一位学者 等于是在吐槽了 因为她说 如果川普重回白宫 推行提高关税 等其他的经济承诺 可能反而导致 美国的经济陷入 停滞性通膨 在国际社会 可能让世界秩序 更不稳定 开启新冷战 停滞性通膨 真的要来了吗 这代表什么呢 而当然川普要就任 那外资现在又说 普遍会看淡大陆明年的经济表现 高盛说GDP可能是四点五 瑞银说可能是放缓到四 当然大家众说纷纭 但是就是会对于明年的大陆经济 会看得相对比较保守 也说是因为关税的因素 但是那美国呢 美国还有个停滞性通膨 等在那儿吗 蔡委员 帝格丽兹一向是 比较左派的思考方式 他在经济学界是 理论研究有很丰富的成就 但是在实务的政策判断 他倒是未必 我的看法跟他完全不一样 我认为在两年内 美国会创造出川普繁荣 这个川普繁荣的条件 是因为美国对外有庞大的逆差 任何逆差的缩小都会制造繁荣 那你说会不会制造通膨 我认为不会 因为现在美国所进口的物品 都不是一个不能不买的东西 因为以前在七零年代 美国是石油的进口国 现在是石油的输出国 那川普又解除了 所有环保的限制 如果全部解除的话 美国的石油生产成本 会少掉三十Percent 那对于美国的油价 就会大幅下滑 那第一个可能产生物价上涨了 就会抵消到了 你进口物品的一些 比如电子用品 电子用品不是必需品 不是非买不可 少买就OK 那第二个就是说 美国又是全世界 数一数二的食品出口国 那如果跟中国打关税战争 中国拒绝买他的这些农产品 然后农产品价格也抬不高 抬不高的话 农食品价格就往下滑 所以对于川普来讲 如果再停止俄乌战争 不用支援乌克兰 不管打不打 就不支援外面的战争 那他把这个钱拿来发给穷人 每个人都喊万岁 消费率购买率都会增加 所以不能单纯 从关税来看问题 而且只要他的逆差缩小 他的经济成长动力就会出现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经济学的原理 而他假如其他都不变 只有关税 只有进口物价涨 事实上川普这个盘不只有这样子 所以我认为他判断是错的 那高盛讲的是说 如果川普真的对中国实行 60%的关税 这个前提假如存在的话 那的确中国大陆 如果出口厂商 没有办法移转订单 到其他国家去 或者到内需来的话 那这个出口厂商就必须关厂 那一关厂的结果 就是会有失业 失业GDP就会下滑 那就看看中国大陆 怎么是应对这个局面 我很担心他们就是 什么事都是慢慢来 因为有经济是要找司机 三年前我就不断地 在包括你的结果 不断地喊说 周围大陆房地产会有问题 那时候疫情期间 会有问题 他们始终不在意 而且还夹紧 勒紧脖子 把房地产公司一家 在银行抽一根 我心里想惨了 怎么有那么笨的人 那听说是李克强做的决定 人已经往生了 我们也就不能去批评他什么 那事后 证实我的判断是对 房地产在2023年一崩盘 整个大陆的内需全部出问题 地方政府财政等等 当然我知道大陆有些左派人士 都不都讲说房地产太高了 打得好 问题打下去 会产生也严重的财富效果 就是说大家财产一收收的话 就不投资不消费了 所以整个经济就往下滚 这个我称之后一个 我发明了一个名词叫 马英九陷阱 什么叫马英九陷阱 马英九有什么关系 现在马英九当时相信台湾有一批水准不太够的 经济学家的说法 他说现在公平正义 股票涨那么高 那股票赚钱的人都不用缴税 所以应该打下来 所以他不是推出正手税吗 包括当财政部长刘宇如 跟他一头热 一推出来的话 股票从八千点摔到三千点 财务效果一收收的话 台湾的投资衰退 台湾的消费衰退 那所以马英九那一年经济就摔下来了 结果后来蔡英雄上了以后 股票涨上了万点 你马英九是离万不适人 不就是马英九陷阱吗 所以大陆 骗大陆的领导们 不要去听信 那些左棍的想法 你会害到整个大陆的未来 就是说经济 有经济的客观道理 一个人要多运动 身体也会健康 你不要想我不运动 我身体很健康 那就惨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科学的东西 那有些走棍动不动的 那个什么马克思资本 念论 乱念一通 动不动 资本怎么样 资本怎么样 名词乱用 最后结果就是比斯蒂格尼斯 还糟糕 人家会拿诺贝尔奖 对不对 好 但坦白讲 当我们在关注这个大陆经济 这个到底明年前景如何的同时呢 倒也听到就说大陆方面好像又要针对 像经济振兴提出更多的措施 我的目前没看到了 现在还没有 因为像今年 去年我就说今年大陆经济不错 5%大概没有问题 那所有的外资全部看衰 就证明我对 那现在我如果看明年不好的话 那外资就可能 那资本你好像对明年 不也看得比较保守吗 我觉得明年 如果你对这个关税问题 没有谨慎应付 胡乱应付 就像那个房地产问题一样 就是胡乱应付的话 那明后年大陆的经济状况不会太好 赖清德是不是憋坏了 好闷啊 自从他就任了之后 那一直都没有机会出访 现在倒是已经看到 连时程都已经定下来了 他即将要出访了 那么是总统府方面是说呢 11月30到12月6号即将要出访 而且主要就是南太平洋的友邦 包括马沙尔群岛 土瓦鲁以及帛琉这三个国家 那么赖清德出访 那当然其实大家好好奇的 不光是他到底要去哪个国家了 重点是他要过境美国了吗 那么我请教一下宣姐 现在出访不排除 是说去过境夏威夷 回可能是在关岛 换回大飞机 反乘是因为土瓦鲁要换成 比较小型的商用喷射机 所以规划在关岛过境的时候呢 换回大型总统专机 然后再去那最后一站 也就是刚刚所说的帛琉 好我现在先请教一下这个 薛姐所以这个事案是定了吗 可是那这次以他这个过境的安排 那究竟怎么看 是算降规吗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是政府 已经对外宣布了嘛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已经定了 而且包括国安局长蔡明燕 他已经开始去这个先情探勘了 这大概是我们总统出访的 最基本的一个规格 就一定是如果你要知道说 我们总统到底要出访了没 你就先看这个国安部门的首长 或者副首 他有没有先去那边打点一下 这个等于是先去探探路 然后做好一些安全的准备 这个是一定要有的 所以当这个国安局长蔡明燕 已经前往这些国家的话呢 大概来说就八九不离十了 但是这个部分的话我必须说 这个部分看起来真的对于 赖清的总统的外交来说 是一个蛮大的挫败的展现 真的 因为其实你回过头来 持续倒转 在一开始我们曾经在这个节目 也讲到过 其实当初的话呢 蔡明燕在六月份 这个等于是他选上最后的六月份 就已经出访了 马银九在八月份就已经出访了 那而且出访的时候呢 都是有到了大概是中南美洲 因为你要到中南美洲才可能过境 美国本土啊 你到南太平洋怎么过境本土啊 你要绕地球怎么飞怎么 就是很难 那所以你会发现说 他如果去南太平洋岛国 他只能够去飞 什么过境沙威夷啦 过境这个关岛 对于我们的 这实际上我们的出访 目的就在过境来说 那真的是一个第二第三的选择 所以一开始的消息 你倒带去看他 其实当初 辅方开始在讲 包括林嘉隆开始在谈 都是往巴拉圭的方向去走 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呢 那现在还是副总统的时候 他也出过巴拉圭 那他的说法就是说 那巴拉圭的总统也盛情邀约啊 那就他后来也来过 那所以他就说 那其实等你如果当选总统 再去一次 所以事实上呢 他是希望去巴拉圭的 那希望去巴拉圭 也不见得真的是说 跟巴拉圭总统好到这种程度啦 就是因为去巴拉圭 你可以过境美国本土 那所以事实上 是他最主要是他首选 那你会发现 当首选没有办法完成的时候 就代表的是美国显然的 对于赖清德 我觉得有可能第一个 当然是拜登选前 比较敏感 第二个对于赖清德这个 被中国认为是所谓的 台独本职的 那么一个政治人物 事实上是相当程度 对美施压 所以我相信美国是一定有压力的 所以后来本来是 在退二求其次本来说 要去瓜地马拉 就等于是六月份去不成的时候 六月八月吧左右 那因为是他们的这个总统就职 所以是一个庆祝大典 所以那时候是一个时间点 那后来是一个瓜地马拉 瓜地马拉后来也没去成 后来是林嘉隆去了 对 所以你会发现林嘉隆一直压到 十月份才去 就他那个时候在巴拉圭去不成之后 也努力想要安排瓜地马拉 因为瓜地马拉算是南美洲 那所以他也可能可以去过境一下 不是 瓜地马拉是中美洲 对 然后的话 巴拉圭是南美洲 所以这两个地方都可以 过境美国本土 但显然的 应该也是安排不下来 所以你觉得可能是因为是 美国方面的压力 让他因为无法过境美国 所以就去不成这些 中美洲跟南美洲国家吗 对 因为你去看 而且包括那个时候我还记得 那个媒体报道说 大家去问外交部 外交部的话 当然没有办法说清楚说 到底去哪个国家 然后尤其没有办法说 能不能过境美国本土 因为这是美国的决定 那对我们想去的地方 他有一些安排的 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有说过 再不考虑中南美洲的其他地方 那个时候外交部就有这样的说法 所以很显然的就是 你前面的优先安排 你去不了 因为你去不了 并不是说那个国家帮了你去 而且美国不让你过境 美国的问题 可是现在拜登即将卸任 川普又还没上台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我本来一直认为 而且我曾经这样的公开讲过 我认为其实这是一个 我们可以去突破的一个点 就是说萧美琴 竟然跟美方这么的好 难不成不能够在这个 清皇不接的时候 也就趁机嘛 坦白讲 因为对拜登来说 即将卸任了 对啊 就没他的事了 你看连这个董军 见奥斯汀 都觉得爱情不见的 所以意思是说 你给我们一个相当规格的人 其实他也没有未来性的嘛 那或许对我们来说 至少我们觉得 是一种肯定也好 是一种尊重也好 那但是对于中方来说 可能不会太过在意 或者即将上台的川普官员 也可以 就是一个即将卸任的 或者一个即将上台的 那总而言之在这个过程当中 都相对来说 比较没有那个政治敏感度 但显然的没有嘛 显然的没有 所以这点我就觉得说 我想是要不然 因为其实坦白讲 萧美琴跟美国的关系 是真的还蛮好的 所以我相信他应该 一定是有效的传达 但美方应该还是 还是觉得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所谓的国际政治 跟地缘政治 中美之间斗得很厉害 某个程度来讲 美国都讲挺我们啦 就对于中怎么样 但是他真正讲到 关键点的时候 你要他真的去踩美国红线 踩中国红线 他其实未必的 未必的 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看 他还觉得就是 等于就是退而求其 刺而刺 就到了南太平洋 然后的话就是过境 关岛跟这个夏威夷 那我们的说法是说 那好歹是有军事基地 也代表这个重要性 那当然也就是 给自己一个理由啦 但是如果说 如果说过境这个地方 能够有川普的官员 飞来这个地方见面 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 但是有没有 真的不知道 这个大家觉得有可能吗 对 三文言说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对啊 而且将军 你看这个拜登都知道 卸任之前 赶快给台湾军售 赶快再多给一笔两笔的 这样 然后现在就是不给 这个赖清的一个承计 对 我认为就是这个政治艺术 因为我们整个外交 只剩三个区块 一个中南美洲 你看包括南美洲的巴拉圭 那你现在中南美洲的话就是 我们讲的海地 宏都拉 是瓜里马拉 另外三圣 圣路西亚 圣文森 跟圣克里斯多夫 就没有了 你这个一定要过去美国才有办法 因为你要转机 不可能直飞的 好 那这个没办法 这是最棒的 又多都集中在这个地方 那第二个我们就知道 在非洲还有一个邦交国 叫斯瓦地尼 但斯瓦地尼一定要落在南非 因为斯瓦地尼它是国中之国 没有任何的大型的机场 一定要落南非 然后放小型的飞机到 斯瓦地尼 那这没有办法 现在跟南非大使館 差点要被搬走 搬出这个 我们搬到 我们知道从船长搬到 搬到那个Pertoria 那你现在来看的话 那剩下最后三个就这个了 我们讲的这个马绍尔群岛 跟土瓦鲁 还有一个是帛琉 对 帛琉 你就是三个了 你刚才那边七个 这边是那边是七个 七加一八个 加上这三个十一个 那加上斯瓦地尼十二个 我们在亚洲 没有任何邦交国家 包括新加坡 我们都去不了 那换交只剩这一个了 那只剩 那唯一可以选的就是第三项 就是这三个 南太的岛国 那只能走在 那南太岛国是不用去 过境到美国本土 那你只能走这一条线 也只有这一条线可以选 那是没有办法 这是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一干扰 是没有办法突破的 因为政治因素管到外交 那变成我们 因为我们邦交国 从二十二个变成十二个了 那你现在只这十二个 你筹码非常少 筹码少又要靠美国 美国又被进出该干扰 所以此路不通 我认为要突破政治因素 不容易 不容易 你不要说你多买一些军售 就可以突破 军售归军售 政治是政治 所以有时候不见得军售 上可以达到政治的目标 所以刚才会参委员也是 斩金截铁也说不可能 川普这也不可能 因为这几个国家 你看你们都给他泼冷水 你们的外人 我不是泼冷水 我们是限时 客观看没有办法的事 第一个我们来讲一下 马绍尔群岛跟帛琉 事实上是美国的附属国 美国还用内政部底下 设一个叫做 岛屿这个什么 关系的一个合作单位 那事实上就是说 你们国防外交都是我的 你们没有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所以跟美国签有一个叫自由附属协定 因为照道理是不能加入联合国的 可是联合国的规定说 你只要随时有权力退出 这个附属国的资格的话 那随时可以退出 我就让你当作一个主权国家 那事实上就是 内政也要靠美国 而且是跟美国内政部 不是跟国务院要钱 那至于这个图瓦鲁 是英国的属地 你看他还是挂着英国国去 他的元首就是英国的国王 但是他人口只有一万一千人 然后他完全没有任何财政的收入 他主要是靠英国每一年给多少钱 中华民国给多少钱 然后等等等等 澳洲给多少钱 纽西亚 所以他有四大金主 当然这也是在美国的影响力底下 所以美国打个招呼 他就一直跟我们维持邦交 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是要投标的话 我们当然标不过中国大陆 所以大概有这么一个情形 然后这个我是觉得蛮委屈他的 因为第一个当时我印象中 蔡英文五月就任七月就出房 对 很快速出房 而且风风光光什么 从这个什么纽约进 什么洛杉矶出 对这样子嘛 很风光的 蛮久也是啊 而且办华侨的侨胞的侨宴 然后动辄多少人 欢迎 多少人啊 很多 去那个地方 搞不好空运侨胞过去才有的 因为那边人本来就很少啊 那个一万一千人 随便我们那个选举一个礼 就有了啦 好 不过来看看 今天倒是在台湾呢 这个舆论持续还在延烧中的 就是他 这个谢怡荣这位分署长呢 他终于出来道歉了 被指控为霸凌 那但是呢 他现在道歉 他说说面对不起 还有媒体统计了 说连喊了十一次对不起之外 甚至呢 还什么 还有嘴角往下垂 有六十次之多 这个当然呢 这个大家在看了 这个影片之后啊 有人就说 是 我看到你在道歉了 但是很多的网友 就在看着他的表情 说嗯奇怪 怎么看了个半天 四十七秒没眼泪 两分四十七秒还是没眼泪 从头到尾 没有留下一滴眼泪 演技不够好 有网友这么说 甚至还有人说 大家不要被骗了 接下来会进入法律战 这道歉根本就是 做给法官看的 他说没保护好你们的孩子 不是加害者能讲的话 因为你就是伤害本身 很多网友都纷纷在留言 这点阅率超高 甚至还有人有够酸 说欢迎大家来瞻仰怡荣 直接用他的名字 来说成瞻仰怡荣了 但是我又问这个宣姐 你知道今天这个事情 不仅是他这个道歉 有这个影片 其实有人就说 哇赖清德他谁啊 他是台湾的领导人 结果昨天道歉 他今天再道歉一次 这两度道歉不得了了 强调说我们要给他们 有尊严有善的工作环境 什么时候会让赖清德两度道歉 为什么这事情这么大条 宣姐 我觉得事情真的是很大条 我觉得每一个人看到以后 都真的觉得非常非常的愤怒 就是愤怒就是地方在于说 因为每一个人都曾经当过员工 或是你至少过去也是 现在是员工 所以你对他那样的一个被霸凌 然后可能是一个过劳一个状况 然后你会觉得非常的深恶痛绝 更何况劳动部照理来说 是要去保护劳工 你应该让这样一个职场的状况 能够有所改善的 就没想到你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霸凌的地狱 而且你这个分署长 我真的觉得他已经接近邪恶的状态了 就是说他们当被举发的时候 或是当这个人去有申诉 然后申诉之后竟然还会说 去抓出吹哨者 然后要求所有的人不准把这个事情 对外去泄露 然后再来的话 导致到最终他还是走上亲身之路之后 竟然还会说什么 一样 就是说说什么这是什么通灵 所以有通灵师告诉他 说这个状况 他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开心 他走得很安详 因为北分署给他满满的爱 这话都可以说得出来 然后我们的劳动部 大家期待的是说好 那是不是可以还给这个员工一个公道 就没想到我们的 我们的劳动部包庇成这个样子 就你不但是一开始的话呢 到底是不是失忍的人 竟然可以这样私相授受 然后呢 私相授受之后的话呢 出了问题 你竟然还是这样子官官相护 然后呢 替他做这个 做那个不断的圆谎 然后呢 说他是目的良善 我觉得这种事情 到现在这样发展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吞人的下 但是我觉得整个状况 有两个发展 这个发展就刚刚玉琳说的 那为什么赖清德要出来道歉 那么多次 卓榮泰也出来道歉了 而且今天何佩山已经请辞获准了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政治风暴上面 你非常清楚知道说呢 民进党他这个对于民意跟风向 他们是非常非常了解的 风吹草动他们都知道 所以这个如果不是舆论延烧到呢 这个炸锅了 而且事实上不只是这个地方有霸凌 把民进党骂翻了 很多地方都有霸凌 所以你对他来 他只能道歉 道歉 再道歉 因为他知道如果再下去的话 他很可能动摇 他的这个政权都有可能 我觉得已经不是所谓的什么 红仲秋什么 我真的觉得他比M2还重要 还严重 就是你到了一个说会发生 然后发生之后呢 大家不敢作声 那不敢作声之后呢 还怕被清算 所以到这个状况 你不觉得几乎是一样的吗 所以你的整个政府该要去维护 一个更好的一个环境的 你的不但没有 你反而是自己是一个始作俑者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是 有关于賴清德 但你说好 这个谢益勇道歉有没有用 那你要先看他怎么道歉啊 他今天的道歉 你觉得像道歉吗 我觉得我已经算是一个很不酸的 一个评论员了 我看他这样的讲话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我越看越生气 不是说他有没有滴眼泪 就算你真的滴下眼泪 你不觉得这个鳄鱼的眼泪吗 你要听他的讲话 他怎么讲的呢 他对几个人讲 几种人讲 第一个 这位亲生的这位员工 他说呢 我没有及早发现你的一些状况 及早发现 是你让他的状况发生的 你没有发现什么样的 及早发现什么状况 他的状况就是你造成的 所以听起来好像说 有一个人对于无性员工 做了什么事情 因此发生什么状况 但他没有发现 他是加害者 他没有发现 这是什么 这个什么话 这是第一个 然后他前一天 他有先发第一份的那声明 他有还强调 就是说他的往生与他的管理 是无关 对 他说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问题是 你这一天是出来道歉了 而且刚刚看到就是说 整个的游人持续地炸锅 持续地攻击民进党 然后到了总统再出来了 我们本来以为他要出来了 可能就会代表他要检讨 就没有嘛 那包括他对于家属 他说我没有守护好你的孩子 你在作见人家的孩子 你说我没有及时守护好这个孩子 我觉得他的每一句话 你看不出来真心检讨 所以他的目的可能是什么呢 我认为因为 越地检除了调查他的毒质了 在毒 所以调查的过程 所以这个道歉对调查 是很重要的 他对他说他可能觉得 这可能因此可以让 整个的政治的氛围 小一点点 大家好 我是主播周玉琴 很多的朋友告诉我们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帮助了睡眠体质 现在呢 进一步推出晚安加强版 添加了首创最适合台湾人体质的 天然GABA 色胺酸 茶胺酸 香蜂草 四大天然草本助眠配方 强化睡眠全期都起到 放松树面的效果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它本身就含有台大专利授权 克菲尔乳感菌M1等八种专利菌 首创益生菌 益生源 后生源 黄金三角配方 帮助维持消化道具机能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异常细胞风险的好朋友呢 可以选择原版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它添加有超级食物乙液甘蓝 健康再加分 而有睡眠困扰的朋友们赶快选择蓝色包装 这款晚安加强版 绝对是更口感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保养 实现睡眠自由 身体轻松 无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 为健康下单 而且要记得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优惠 czy abandon 世界小贓 治疗 作词